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官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那接着下来 洛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美味的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是 这一个是蟹肉 对 蟹肉我们来一个芙蓉蟹肉羹 这种蟹肉是市面上很容易取得的冷冻熟食 对不对 一般超市都可以买得到 那我们今天用的食材就是 基本的就是蟹肉 然后蟹肉在处理方式就是 先把它洗干净 瓢水一下 之后用热水稍微烫一下 它就定型了 所以它这整颗就很漂亮 那今天我们挑的品质就会比较好 比较大颗 也有小颗的 其实一般在超市买就比较小颗 那我们所要准备的材料就是 把香菇切丝 把红萝卜切丝 还有洋葱 还有角白瞬 我们今天没有加芦笋 加什么瞬 我们就加用角白瞬 然后一点点的蒜末 我们乐锅乐油 现在爆香的是蒜末 对 蒜末 我们先下去用一个爆香 然后再过来我们把我们的红萝卜 下去炒 让它有一点点红萝卜素 然后洋葱 洋葱 它炒过之后 让这一个的汤头会更甜 好 我们蔬菜带甜 那天然的海鲜也非常鲜美 它们就很搭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一样 角白瞬 角白瞬下去炒 因为角白瞬现在也是满当季的 然后我们下去炒 那你也可以放芦笋 放什么笋都可以 而且角白瞬好像会熟的比较快 对 它吃起来也会比较软 好 然后一样香菇也下来 香菇一样切丝 对 这个香菇丝也是一样下来 然后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炒法 就把它炒一下 然后就是让它这个整个的蔬菜的香气 产生香味 那普通我们在餐厅里面做吃 大部分都会用汆烫 可是我会认为可惜 你把它的甜分完全汆烫掉 然后炒到有闻到香味了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加上差不多四碗的水 好 让它整个滚起来 对 它就有一个好像类似一个蔬菜汤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个就是自然的蔬菜的甜分在里面 对 然后这个把它盖起来 好 我们来熬这一个高汤 对对对 然后稍微煮一下 那这个我们已经穿过了 等一下煮滚了之后再把它倒下去 那今天我们是要用一个根 所以我们会稍微勾一下切 好 最主要我们今天有加上蛋 那我们要炒芙蓉 好 那芙蓉就是蛋白跟 我们给镜头看一下 对 蛋白 我们要炒芙蓉 芙蓉的主材料是蛋白 这个是多少颗的蛋白 差不多有五颗的蛋白 好 我给镜头拍一下 我们蛋黄蛋白分离 这里是蛋黄 这里是蛋白 那芙蓉要炒蛋白 这里的分量大概五颗蛋白 对 然后这个差不多平均是差不多三大匙的牛奶 好 五颗蛋白大概对上三大匙的牛奶 这样的比例 那因为我们蛋黄嘛 搭起来 丢掉可惜 对 我教它就是让这一个汤头更加加分 所以我们加上一点油 然后下去先炒一下蛋黄 让它那个香气出来 那就有点像蛋酥是不是 对对 就是蛋卵酥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 没有炒得很酥啦 对 因为蛋黄下去炒的时候 它的香气就会特别特别的香 对 对 那你这个的话 有没有闻到那个蛋香了 对不对 是 是 然后这个炒起来之后 它就好像类似我们讲 没有加肉类 它有蛋的那个香气 对 对 好 然后这个一定要炒到 它有一点点酥香的感觉 就让它炒到比较干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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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那你炒干一点 它的香气越香 所以通常我们在做素食有吃奶蛋素的人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可以让你汤头更甜 更好吃 好 那在炒的时候你会看到 它这里面就是尽量把它剥小 师傅炒得很漂亮 然后你看那个锅子就是好像干锅 然后再煸它这样子 对 一定要煸到它有一点点的香味 对 那这样子就会比较香 然后好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打开 我们要让它入汤头 对 入汤头 让这个汤头更甜 所以你就把蛋黄也不要浪费掉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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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就把它倒进来 好 蛋黄先入汤头 对 我们待会再处理芙蓉 对 好 这个让它稍微煮一下 它的香气都上来了 然后很简单 来 我们现在加一个就是牛奶 好 刚刚讲五颗蛋白 大概三大尺的牛奶 对 牛奶跟蛋白要做芙蓉 对 这个时候加上一点盐吧 好 一点点的咸味 对 让它有一点点的咸味 然后之后把它搅拌均匀 好 好 那我们要来炒芙蓉了 好 那要把它搅拌一下 炒芙蓉是不是要油 要 要有一点油 让它搅拌一下 好 那你其实比例就是这样 你的蛋五颗 那你差不多加两颗的牛奶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好了之后 这个关小一点 好 那我们来准备炒了 来 油 锅子要热 油差不多一大匙进来 好 然后我们在炒芙蓉的时候 就很简单 要炒成好像云朵一样 对 可是它有水分嘛 所以你一下去就要推它 对 一直推 哦 不然它会沾黏或有定型 对 没错 好 那底下也不能让它焦 有时候会很焦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蛋香味也没关系 那有没有看到 定型了对不对 这个时候要关火了 对 定型就关火 对 定型关火了 你不能让它全部炒熟 炒熟就不变成不是芙蓉了 所以它现在有点软烂 那种豆腐啊 还是那种像岛灰那种 对 这个就芙蓉就好吃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蟹肉倒进来 所以芙蓉这样炒就好了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就勾一点点的薄芡 所以让它滚一下 好 好 稍等一下哦 然后我们让它滚一下之后 我们勾一点点的薄芡 我们有一点点太白粉水 对对对 让它有一点太白粉水 师傅会打一点点薄芡 薄芡先入 让我们汤头跟食材融合 我们的芙蓉才下去 对 没错 那要不然你下去的时候 它芙蓉不会一片一片的 哦 芙蓉是这样做 对对 大家可以在家里实验看看 可以可以 其实在家里这个很快呈现 如果我不懂的话 再看我们的节目再看一下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勾一点点的薄芡 好 好 勾一点点的薄芡 让所有的蔬菜跟食材 味道可以融合 融合在一起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 把我们这个芙蓉下去 芙蓉 我们来镜头看一下 芙蓉倒进来 有没有 它就会雪花一片片的 是这样弄的 对 然后这很简单 我们加上一点点的调味料 我觉得这个老人小孩会喜欢 因为它口感会就是滑顺 对对 一点点的糖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盐巴 去调这个汤头 让它稍微煮一下 因为在煮芙蓉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能煮太久 太久到它会硬掉 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关小火 好 然后起锅一点 加上一点胡椒粉 好 然后一点点的葱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就是这个料理啊 其实它有丰富的蛋白质 然后还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然后我觉得里面超清爽 尤其现在有点入秋 然后有点凉凉的天气 我觉得这个料理非常的暖心 然后尤其想要做 有点进补的人 用这个汤的方式 我觉得蛮适合的 然后呢 我们其实在中医有讲说 其实大家有时候对吃螃蟹 都会有些顾虑 譬如说有些人会说什么过敏 或者是有时候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搭在一起吃 然后其实都会很紧张 那其实我们想要跟大家说 因为过去的饮食习惯 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因为过去的人比较 应该讲说比较虚弱一点点 可能有些体质比较敏感 比如说它太寒的东西 然后整个搭在一起 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作用